其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无奈 有太多的不如意 现代人的心复合非常的沉重 有多少往事我们不堪回首 想一想年轻的时候 做了很多的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那现在好好念礼佛 想一想曾经伤害过别人 想一想曾经被人家伤害 或者伤害别人 很多的记忆在你的心中留下了伤痕 所以寻寻觅觅 在人间浑浑叨叨 过了一年又一年 不知道活着为什么 也不知道到底为谁而活 不知道何时让生命的本性 回归到自然 为什么叫自然 想一想小孩子的时候 他没有一种伤害别人的心 小孩子是天真无暇的 他为什么小孩子就是天真 就是本性的 回归自然 刚刚生出来的孩子 没有坦诚吃满意的 是我们人越长大了 我们慢慢的越学会的这些东西 所以要在精神烦恼中 要学会解脱 我们人要有愿力 我愿意好好地学佛 我愿意原谅所有一切 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你曾让你满脸皱纹的心灵 满心皱纹的心灵 得到疏散 所以岁月蹉跎一年又一年 有谁能够跳出红尘 逍遥自在 我们人很难做到的 你看一个人能够跳出的 他至少笑得出来 很多人一辈子笑都笑不出来 很多人的脸给人家看到 就是非常的痛苦 而且他自己痛苦了 他还要让别人痛苦 因为他天天面对着生活 面对着众生 所以影响着别人 所以人的一生注定的 就是奔波劳累和烦恼 我们能做的 就是不要让自己心太累 也不要让别人活得太累 不要去纠结别人 不要去嫉妒别人 让别人活得好一点 因为你嫉妒别人 你自己的心也会很痛苦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不要让自己活得太累 你一定不会让你的家人 孩子 朋友 活得太累 所以人真正长大以后 你才会觉得 心灵的负担 怎么样来去除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不停地在增加 自己心灵当中的负担 精神的压力 只有当我们懂得了佛法之后 我们才知道 人应该怎么样活着 因为在每一个人 他都有过去的 这些过去就形成了 对你的记忆和回忆 而这些不好的回忆 堆积在你的心里 让你像垃圾一样 越堆越高 所以很多人 心想出来的就是垃圾 嘴巴讲出来的就是垃圾 做出来的行为也叫垃圾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动不动 就是说你这个垃圾人 人活在世界上 一天又一天 心里装的东西越来越多 要看你装什么 装着法系 装着智慧 装着怎么样菩萨的般若 能够帮助到别人 能够去爱别人 那么你的心态会越来越好 心里天天装着贪嗔痴 恨啊 难受啊 回忆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 我对不起这个 对不起那个 这些都是野障 那么时间长了呢 你就形成忧郁和烦恼 所以一个人忧郁烦恼 是免不了的 那么怎么样能够消除自己 身体上的忧郁和烦恼呢 我们就要选择四个字 一个是两个字叫放下 还有两个字叫解脱 很多人以为 我有钱了 我就是很贵了 贵人了 很多人虽然有钱 但是他脑子里想的都是杂念 他还是一个蜡指 所以有钱 富裕了 你要有品质啊 所以有句话叫 富裕以品质为贵 贫穷以不贪为贵 我虽然穷我不贪 衣物衣饰 就是我们穿的衣服啊 以得体为贵 所以很多人呢 穿在身上都是名牌 一看 像乡下人一样 很多人穿的都是 淘宝上买来的 怎么看上去 也是雍容华贵 所以我们现代人吃饭 要饮食 要以淡素为贵 吃得清淡一点 素食一点 自家以情节为贵 要情节 所以一个人要学会节约 做人要懂得以诚信为贵 我们都想说 哎呀 这个贵人啊 对不对啊 你说你这个人很高贵啊 对不对啊 你看我们问人家 你这个贵姓啊 就是你这个贵人姓什么呀 叫你贵姓啊 那么很多人很有礼貌的就讲 免贵姓王 就是我不贵 就是我不贵 我姓王 听得懂吧 这叫谦虚嘛 所以我们学博人做事 尽量以心 尽心为贵 帮人家做事 要全心全意 尽心尽力 你尽心尽力了 你这个人成功了 你全心全意了 你这个人成功了 所以要懂得 养生以寡欲为贵 一个人想养生 每个人说 我要养生之道啊 我要把自己弄得 身体好一点啊 以寡欲 什么叫寡欲啊 清心寡欲 不要有太多欲望啊 吃得清淡一点了 做人做得简单一点了 说话说得简单一点了 不要去把人家想得很坏 不要整天的 觉得我会被人家 受到攻击 你越是这样 你会伤害别人 因为你怕别人攻击你 你身上会长出很多的刺 这样你很容易伤到别人 所以有些人 你跟他讲话很难讲 他永远防着你的 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他又在想什么了 你想想看他活着累 那你跟他讲话的人累不累啊 也累啊